美国联邦调查局4月13日宣布 他们在北戴顿的一处住宅进行了授权执法活动 逮捕了一名与近期美国机密情报泄密事件相关的嫌疑人 此人名叫杰克·特谢拉 为马赛诸塞州空军国民警卫队情报部门的一名21岁成员 纽约时报报道称 他管理着一个网络组织大约有20到30人聚集在一起 主要是年轻男子和青少年 他们都热爱枪支和电子游戏 当局表示 从几个月前开始 该在线群的一名用户向这个小聊天群上传了数百页的情报简报 两名美国官员证实 调查人员希望就政府文件泄露给私人在线组织仪式与特谢拉进行交谈 美国总统拜登周四表示 美国正在接近找到泄密事件的答案 五角大楼发言人表示 在社交媒体网站上泄露大量机密信息是蓄意犯罪行为 该部门正在研究如何保护此类信息 加州总检察长罗伯特邦塔4月12日宣布 与电子香烟制造商巨头Jule Labs Inc.达成价值4.62亿美元 涉及包括加州、纽约州等六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的和解协议 在4.62亿美元的和解金额中 加州将获得总计1.758亿美元 这是迄今为止与柱达成的所有州籍和解中最高的金额 2019年11月 司法部洛杉矶县地区检察官办公室和洛杉矶县起诉了柱 称其违法了多项加州法律法规 包括关于未成年人隐私权、不公平竞争和虚假广告的法律法规 据悉 加州的和解金将帮助加州资助与电子烟有关的研究、教育和执法工作 根据协议条款、州还将被禁止针对青少年进行广告和促销 中国海关总署4月13日发布数据显示 按美元计价 今年3月 中国近出口总值5429.9亿美元 同比增长7.4% 环比增长32% 其中出口3155.9亿美元 同比增长14.8% 好于预估的下降7.1% 进口2274亿美元 同比下降1.4% 好于预估的下降6.4% 贸易顺差881.9亿美元 预期400亿美元 出口方面 中国对东盟进出口增长较快 其中对东南亚国家联盟中的新加坡和菲律宾 出口分别累计增长78.2%和23.3% 对欧盟 美国 日本等 进出口下降 中国1到3月对美国出口同比下降17% 自美国进口同比下降1.7% 机电产品出口方面 新优势产品表现十分亮眼 其中电动汽车增速在新三样中最快 一季度 电动载人汽车出口647.5亿元 增长了122.3% 锂电池出口1097.9亿元 增速达到94.3% 中国3月份出口大幅反弹 这一意外反映出亚洲和欧洲需求增长 以及供应链状况有所改善 图像及视频生产力工具大厂 Adobe 4月13日发布公告 宣布旗下的视频创作应用 Premiere Pro将洗提一系列新的AI功能 最大亮点就是基于文字的视频剪辑功能 可以让用户像编辑文字一样处理视频 根据演示 这项功能的实现逻辑是基于文字转录和视频图像分析 所以用户编辑的其实是转录好的 视频语音文字 而且还能智能识别不同的说话者 剪辑师和创作者可以把文字 按照他们想要的顺序进行排列 对应的视频片段将立刻出现在时间线上 此外由于拍摄条件 更换设备等因素 不同片段的视频往往存在色差 需要后期进行调色 这个问题现在也能交给AI来做 Adobe透露 这项功能预期将在今年5月上线 请不吝点赞订阅 这项功能预期呈 感谢